我们早前公布,透过中电社区智能基金, 勃款超过1亿6千万, 推出一系列社区支援计划, 希望在疫情之下, 到位地帮助社会上有需要的人士。 当中首次推出的消费券计划, 我们已经在今个月开始, 将消费券跟第一张电费单寄出, 受惠人士可以在上半年使用, 我们听到各界反应正面, 商界、学者等等都表示支持, 很希望计划可以一环扣一环地, 帮到各行各业, 不如看看计划的详情。 老公、老公,什么? 好像是刚刚新闻说的中电消费券, 对了,那让我拿出去买东西用吧。 老板,请问这张中电消费券, 可不可以用来买东西吗? 是,当然可以了, 一个保温杯, 一杯,一百元,两张券就对了, 三百元。 好啊, 咦?那么熟口面? 是啊, 多点来光顺吧。 别看了这两张总值一百元的消费券, 它会成为你, 我, 或者他们的一百元, 不停地流转。 过去一年, 香港受到疫情的影响, 各行各业和市民都面对经济放门的情况, 都会感到彷徨忧虑, 中电扎根香港120年 希望与大家共度时间 今年初已经是透过社区智能基金 获款超过1亿6千万元 推出多个社区支援计划 包括首次推出的消费券计划 向近80万个家庭派发100元的消费券 期望带动消费为各行各业带来生意 并且为一环扣一环的本安经济注入动力 消费券已除今年第一张电费单寄出 低用电量住宅客户 肯有长者电费优惠的客户会陆续收到 社福机构便会帮忙派给劏房住户 计划有超过2千4百间商铺参与 种类多元化 例如是集货店、电器袍、洗衣店、理发店和食事等等 有集货店老板表示欢迎 消费券可以买到很多日用品 对很多老人家、家庭来说 当然很好用的 这个消费券的计划都可以帮我们做多些生意 继续有人来封铲我们 那我们才有生意做的 那才有钱出粮和入多些货 除了消费券 中电亦都透过社区智能基金 推出多项支援措施 尤其希望帮助弱势社群 包括透过全心全电计划向长者、残疾人士 低收入家庭和劏房住户提供电费资助 并会继续资助劏房业主重铺电线 令劏房可以安装独立电标 过渡性房屋住户方面 中电向他们捐赠节能电器 预计有5000个家庭受惠 很多谢中电定位的资助 让我小朋友可以参加一些付费的活动 中电的资助对我来说一分一合都很重要 中电又会向社福机构提供2万元资助 举办有关省电节能的活动 为了协助工商客户省电节能 从而减省成本 中电亦都动用2000万元 推行节能设备升级计划 资助特别是中小企 更换或添置具更高能源效益的设备等 整个社区节能基金 总共撥款1亿6千万元 有经济学者说 这笔钱投入本港经济 将对现时低迷的市道发挥一定作用 最直接的得益就是 首先手头是松了 可以买得到多数的东西 除了他自己的生活会好了之外 当他花点钱的时候 经济学上有一个所谓的成数效应 就是multiply effect 就是说不止他自己得益 对其他经济里面的参与的朋友 都会有一个帮助 最简单说 譬如他拿了消费券 是拿去剪头发好 又是拿去光顺食事好 那些店铺就多了收入 如果多了人不肯光顺的话 他们又可以出粮给一些打工仔 又可以交租给一些业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